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正式服更新以后即将上架SP荒的染色皮肤活动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先看一下荒这个染色皮肤 这个染色皮肤是浅葱色系 染了一些蓝色 青色 还有些金黄色在里面 而且把荒的这个景深衣从黑色变成了白色啊 我个人其实对这个染色皮肤并不是特别的喜欢 在配色和观感上面 我个人认为是没法超越圆皮的 圆皮它虽然说也是有一个比较繁复的设计 但整体的色系是以白色和紫色这两个色调来进行渐变的 腿甲上的银色也是白的渐变 然后荒的景深衣 荒的裙摆这些的话 都是紫色从深到浅的一个渐变 整体在白和紫里面去做渐变的话 看起来就比较统一 而这次染色皮肤在色系上面的话 就变得更加的繁复一些了 白色 绿色 还有金黄色 在颜色搭配上面 我个人是觉得显得要更加繁琐一些 没有圆皮看起来那么清爽的感觉 但不管怎么样 这个皮肤是可以免费拿到的 建议大家还是通过活动给它拿一下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活动怎么获取 在活动青山染的组界面就是灵眼商店 在这里可以换到SP荒的皮肤 这里面还可以兑换一下道具 用10个SP皮肤券可以兑换10个专属道具 收集满40个道具就可以获得浅葱皮肤 这里也必须要吐槽一下 明明都可以用SP皮肤券换道具了 为啥不能直接换40个 换40个直接兑换皮肤不行吗 本来搞现实就挺烦的了 结果这里还只能换10个道具 剩下的道具得要去干 那剩下的30个道具 我们就需要通过灵眼试炼这边 来打巴持大蛇获得了 在这边除了有机会掉落专属的活动道具 来兑换荒的皮肤以外 还会掉落预魂和亲戚鬼 每天前50次可以指定预魂自选掉落 后面的话就是随机掉 类似于周末的魂土那样 那这个活动副本的爆率 我达了有几万体力 从体感上来说是略逊于魂土的 可以看成是一个不要buff 不用组队的低配版魂土 如果刷满了道具 可以不来这边刷 也可以刷 我体肤在这刷几万体力 是因为我体肤找不到人组队刷魂土 单人12体力刷魂土 还是有点太奢华了 那除了这个专属的预魂副本以外 还可以通过转盘的方式来转到这个道具 但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因为正常的挂机刷一刷副本 是可以刷到40个道具的 虽然这次道具掉落极差 我自己体肤的爆率是大概8局到10局掉一个道具 整个30个道具打下来需要打300场左右 正式伏的爆率会不会改我也不知道 反正这个转盘是绝对不要来转的 真的没有必要浪费勾玉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打这个副本的话用什么阵容 如果想要一回合秒杀速刷的话 需要用到炼狱刺木童子神 剁巴奇大蛇 阴帆灰叶剂 不剑月还有灰蛇花鸟圈 目前来看这五个射程缺一不可 而且预魂是要求爆伤比较好的预魂 如果做不出这个阵容 或者是做不到对应预魂的话 可以考虑用低配阵容在这挂阴柄 打出皮肤以后就不打了 那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 我这边用的是灰叶剂带了速度 上来开一个二只能回火 因为没有带火灵 火灵灰叶剂爆伤不够高 给不剑月带上图佛 上来A一下的原因也是同样的 不剑月成底增伤不够 一轮秒不掉 所以我才需要图佛不剑月上来A一下 这个副本一轮秒对于预魂的要求还是蛮高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预魂配置吧 神舵巴奇大蛇带上迫式荒骷髅满爆 尽可能面板高一点 神舵蛇这边面板越高 那么相对的链鱼磁木童子压力就越小 把小怪打到残血而不死是最好的 我就是神舵巴奇大蛇伤害低了 所以才需要灰叶剂不要带火灵带散剑 不剑月上来图佛A一下增伤 炼狱磁木童子这边带的是海月火域还骷髅 实测效果比星眼还骷髅要好 我这一套是反对爆伤的 反对到了221的爆伤 神舵蛇和炼狱磁木的速度不用太快 在110多就可以了 蛇在磁木前面 要吃一个奇名星的增伤 那灰叶剧这边最好的肯定是带上火灵爆伤 我的灰叶剧因为火灵做不出300次的高爆伤 只能带散剑 那散剑鬼火不够只能上来开个2技能回火了 不剑月这边如果神舵蛇的伤害够的话 可以带上散剑防御 神舵蛇的伤害不够就要像我一样 带上图佛不剑月 还是主堆防御 然后让不剑月上来平A一下 给个图佛的增伤 会是花鸟圈这边带上的是破式鬼灵割击 面板的攻击尽量高一些 攻击可以提升割击的伤害 也可以方便神舵蛇吸更多的攻击 如果做不了一轮秒阵容 那么这里有一个要求稍微低一点的两轮秒阵容 石灵阿秀罗 陆明大月丸 丑士之女 还有阴翻灰叶剂 需要卡一下阴翻灰叶剂的爆伤 让破式阿秀罗全队爆伤最高 这样石灵会自动喂饭喂给阿秀罗 在阿秀罗和陆丸打完第一波以后 对方的石发鬼动一下 这个时候扔垃圾扔掉小怪 陆丸起飞 第二波就可以把boss给带走了 大概要花40多秒的时间 效率上肯定远不如蛇加上猎鱼磁木童子 但是相对来说玉魂的要求低一些 阴翻灰叶剂就不用爆伤了 阿秀罗破式荒库楼 陆明大月玩心眼荒库楼或者纯心眼 要求不会卡得特别死 如果这个阵容做不出来的话 那只能再低配一点 就两面佛 亲姬 丑士之女 那我这里也模拟测试了几局 用两面佛 亲姬 丑女 还有陆丸来打 陆丸是来收尾的 也可以换成其他单体输出没问题 打下来大概是每一局都要打一分钟以上 所以如果只能做出这样的低配阵容 就建议大家挂阴柄 把皮肤刷出来就不用再打了 打完一局的时间还是比较煎熬的 好了 那么关于SP荒的染色皮肤 还有获取方式就为大家介绍完了 我自己还是不太喜欢这样的形式 虽然也可以刷出来免费获取 但是一个是活动现实 二个是刷也要时间 不如放在神刊里面直接卖皮肤券 我很担心以后 SP皮肤券会像皮肤券一样 越囤越多用不出去 好了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